我們還要繼續講 最近我們一直講 剛好我們在讀這個 在學這個加勒太書 我們就遇到了這個真理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換了話題 我們還是在加勒太書裡面 就是說我發現這個剛好我們到了這個經文 所以我們需要來多花一點時間 來明白這個真理 Amen 好,我們做一個禱告 父,我們再次求祢開我們的心 開我們的耳朵 讓我們明白祢的聲音 明白祢的真道 明白祢的依許 明白祢要跟我們說一些什麼 求祢給我當作的話 給我生靈的感動和能力和權力 也求祢給我們每一位耳朵可聽 讓我們能夠真正的深深的明白祢的道 讓祢的真理 讓我們能夠一而被改變 被提升 我們把以下的這個時間 照在祢的手上 奉耶穌基督的名稱 Amen Amen 好,這個《詹拉太書》第三章 十三跟十四節吧 我們來讀這兩節今晚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救主 就輸出我們脫離律法的救主 因為經上記者 凡掛在木頭上 都是被救主的 這邊叫亞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穌可以領到外邦人 使我們因信得獎所允許的聖利 我們看到在這裡 保羅前面講是因信誠義 對不對 我們明白這個 這個是他所主張的這個立場 就是我們不是靠著律法得救 而是因信誠義 我們知道上面 他提了一個問題 在這個第三章開頭 三節 就問他們 你們依靠聖靈入門 不是 這個二節 二節 你們受的聖靈是因信律法嗎 是因聽信誠義 所以 我認為 他在這裡 他講的受聖靈 跟他前面講的因信誠義 不見得是一回事 這個是我們在主張 這個是我整個這個系列 一直在主張的立場 因信誠義 並不一定等於受了聖靈 這個是我們要講得很清楚 這個是今天我們可能會繼續的看這個道 在這個聖靈裡面 這個要花時間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在一百年以來 這個道是 好像變成很引起爭議的 關於聖靈 所以我們知道透過這個 所謂的五勳節運動 林恩的運動 這個道引起很多的爭議 很多的問題 那麼 我的主張就是這個 我們大家已經 差不多大家明白我們的背景 原來也是這個傳統的林恩 或者傳統的這個 無勳派的一個背景 我已經不屬於那個了 我已經不接受那個運動裡面的很多的東西 這個是我們已經講了很久 講了很多的就是錯誤也好 那個極端也好 或者是什麼 這個是大家應該清楚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以為 我們就不相信 聖經所講的關於聖靈 和聖靈的恩賜 因為這個是聖經講得非常地清楚 這個是整個教會的歷史 一直講 一直會有 就是主要是聖靈的能力 聖靈的恩賜偶爾有時候有出現 有時候沒有 但是聖靈的能力是一定的 那麼我發現因為聖靈的運動 因為這個無勳節 我不要講全部都是負面的 不一定全部都是負面的 有很多在這件事情 運動裡面有很多是很好的 愛主的人 愛主的人 不能夠一概而論 不能夠一概而論 說他屬於這個教會 全部都是不好的 不見得是這樣的 甚至有一個形象 有時候人 在一個運動裡面 然後他開始看到 好像有些錯誤 結果他就會拒絕全部 包括好的也拒絕 明白嗎? 我們不拒絕 聖經所講的 關於聖靈的這個道 雖然我認為現在跟傳統的 五星節派是有區別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些教會 他們的極端就是什麼呢? 他們只要你提聖靈 他們怕 只要你講聖靈 他們就覺得 你是靈恩的 你是被迷惑了 是邪靈的 這個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個態度 這個是錯誤 當然我認為我主張我們要謹慎 因為在這個靈恩運動裡面 有非常多的 我認為非常多的假的現象 非常多的錯誤的道 但是透過這個我希望 我們明白 首先明白聖經講聖靈 是怎麼樣講 另外我們要明白 我們對這個態度 應該是採取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來面對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應該希望跟聖靈 現在有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交通 一個接觸 好 在這裡保羅講 他們 這個主耶穌 掛在這個木頭上是被救主了 然後他講 十四節他講這個原因 為什麼主耶穌要被救主 他要出去我們在律法之下所受的救主 為什麼 他講 好讓我們能夠領受聖靈 所以我們是這樣理解的 因性稱義 是神預備我們成為他的殿 他的器皿 因此我們就可以受他的聖靈 我們可以被聖靈充滿 所以不是或者這個或者是那個 這兩個道都有 我們好像在這個 叫什麼改革宗的派裡面 改革宗就是馬丁路達 加爾文他們的後裔 他們好像覺得 因性稱義就停留在此 其實因性稱義已經夠好了 神也不欠我們是吧 但是如果說聖經說 因性稱義 不是說我們已經到了這個終天站 而我們接下來要修聖靈的喜 那我們憑著什麼說 這個就夠我用了 我就不需要別的了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態度 當然我理解他們的意思是 重生的救助等於聖靈的喜 但是我想我們已經證明了 那個是肯定不符合聖經的 這個不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我可以說我當然從這個背景 很多年我接觸這個 但是我自己不可能就是說 盲好像盲從 如果他們說是這樣我也要去看 到底是不是這樣 明白嗎? 當然我們會成長 然後有時候我們需要回去重新的看 以前我們好像已經確定了一些道 因為我們自己成長 我們自己會發生一些改變什麼的 然後我們好像沒有原來那麼多的偏見 我們回去看可能也許看一些道 看得更清楚 而這個道關於聖靈的喜 是無可否認的 除非你收了別的教導 好像給你一個錯誤的眼光來看這些經文 我講的主要是這個使徒行裝 使徒行裝 使徒行裝第一章翻開了嗎? 好 也是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允許的 這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 約翰是用血去洗 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就我總是在十字形狀裡面 只有兩個字 兩個地方 他有用這個說法 就是聖靈的洗 是在這裡 還有另一個地方 應該是在這個十 好像是十一章 彼得重複 發生在哥尼流全家 那裡 那麼 這個是耶穌的原話 我們也知道福音書裡面 有講這個聖靈的洗這個詞 你們 就是實施約翰這樣 因為他們說 實施約翰 你很偉大 他說我什麼都不是 我是用血給你們實施 就是將來 那來在我後面的更偉大 他用聖靈與我給你們實施 所以他明顯的是在說 這個什麼懂事 耶穌他所做的才是很偉大 他要用聖靈給人實施 OK 然後第七節 耶穌對他們說 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 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第幾做我的見證 第二章 五行街道 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充滿了他們所做的屋子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 分開落在他們個人頭上 他們都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在這裡他用的詞就是被聖靈充滿 在這個第一章的 這個第四節 第五節 他用的是聖靈的洗 所以我們明白在這裡 聖靈充滿發生的是五行街那天 這個就是他所說過的聖靈的洗 看見了嗎? 他就是換了一個說法罷了 但是是同樣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那天預言要發生的事情 就發生了 那麼有一個立場 人說五行街這個事情 是歷史上一次性的 就是說不會再重新的有 所以你們千萬不要期望有聖靈充滿 有這些現象發生什麼 好,那我們要面對這個立場 五行街那天確實是一次性的 就是說不可能再有五行街那天 就是說耶穌生天把聖靈交灌上來 讓教會第一次被聖靈充滿 是肯定不可能有第二次的 這個是很獨一無二的 是非常獨特的一天 但是我們要明白 就像神創造天地萬物的時候 就是說第七天他安息了 所以實際上只有一個真正的安息日 只有一個 你知道安息日嗎? 不是每一個週六都是所謂的安息日嗎? 猶太遵守這個幾千年的嗎? 在實際上只有一個安息日 哪一天是真正的安息日啊? 就是神創造天地萬物之後的那個第七天 是唯一的安息日 之後就是好像紀念安息日 你明白嗎? 那天不可能再有 那天不可能再有 街上來去紀念那天 但是這個病沒有讓 那個將來遵守安息日不重要 可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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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是這樣子的 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遵守安息日 要拿石頭打死你的 所以神當真呢 雖然只有一個安息日 接上來就是紀念安息日 但是一樣叫做安息日 聖經、聖書都是叫做安息日 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所以從一個角度來說 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 千萬不要被這個說動 好像喔喔喔喔對呀 只有一次了 那個是沒有任何意義啊其實 你說這個我要講的事就沒有任何意義啊 只是說你要強調那天是多麼的特別可以啊 我們現在還有教會會過這個五星節的那個節日 是嗎? 但是我們要看見神的意圖是什麼? 上次我們有看到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彼得解釋 他怎麼解釋 他說 剛剛發生這些事情 都是約爾 約爾神之所預言過的 然後他讀了那個約爾的預言 他就說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召灌凡有喜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 你像老年人要做一夢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召灌 我的仆人和使命 我們應該怎麼樣理解這個五星節 從這個聖經的角度來看 首先保羅就是彼得 他講約爾 他說約爾說這個剛剛發生的事情就是這個 但是在這個語言裡面 他講的意思也是 好像這個是神要做的一個事情 不是好像一次的 是凡有喜氣的他講 還有他說 我的兒女都要說語言 這是什麼什麼 我要講我的靈 那些日子不是一天 不是會有一天我交換我的靈 然後就完了 就結束 他沒有這麼說的 他不可能 你如果讀聖經文 你根本不可能達到這樣的一個結論 這個很明顯的 然後接下來 彼得也告訴他們說 你們也悔改信 你們也必得赦免 而且必受勝利 所以彼得也告訴他們 當天告訴他們 他說 彼得說 你們個人要悔改 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教你們的罪得赦 就必領受所賜的勝利 因為這允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 並一切在原方的人 就是主我們神所招來的 所以明白嗎 這個允許 哪一個允許 雙方面 要歸 Waajib 第一是聖明 不是一次的,或是只有給那些人 不只是說五訊節那天 其實五訊節那天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們看見有一個響聲的風的聲音 那個很響的風的聲音,還有那個火焰 以後沒有再記載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從那個角度是很特別的 但是他們被聖靈充滿,並且講謊言不僅有一次 接下來也有其他的時候 所以我們開始明白,那個是一個起點 但是並不是一個終點 好像一切就完畢了,再也沒有這樣的超自然的現象 或者什麼,絕對不是這樣的 甚至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如果從五訊節那天,我們看他們在耶路撒冷的聖徒 他們是怎麼樣領受聖靈 首先他們悔改了他們的罪 他們奉耶穌基督的名收醒了 後來怎麼樣他們受了聖靈 如果你看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出去的時候 我們也會看見基本上也是同一個模式 這是怎麼講的 這是怎麼講的 這是這個《無訊節》之後呢 有這個《撒馬利亞》記得嗎? 這個福音到這個《撒馬利亞》 在這個第八章 《撒馬利亞》傳福音 《撒馬利亞》傳福音 然後結果是很多人清楚 甚至說在第八章十二節 《撒馬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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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福音传到那些地方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在这里听了福音,信了福音 所以他们回答,信了,受信了 可是十四节说 持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 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好,我们停在这里 现在在一些福音派里面的一些 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想法 这个教导 但是尤其是在福音派里面 有一个说法就是 就是修喜重生到救 救等于灵受圣灵 如果 这个说起来很好听 我也好像很愿意接受是这样子的 就很简单的 就没有再求什么圣灵充满了什么的 你信主了吗? 你修喜了? 你悔改了? 你得生命了? 这个就是圣灵的喜 我也好像很愿意 就很简单的 就这么简单的 不要求什么别的或者是什么 但是我读圣经的时候 就是不可能接受那个 不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圣经明显的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说的 基本上在每一次 有记载人寿圣灵 基本上每一次除了 隔离留以外 都是信主之后的 而不是他们重生得救的时候 都是修喜之后 重生得救之后 明白吗? 所以 我们如果说要说 人重生得救 圣灵内住 我可以接受这个说法 但是如果要说 人重生得救 这个就是等于 等于这个圣灵的喜 我不能接受 我没有办法接受 如果你能说服我 我能接受 但是我读了这个诗图形状 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接受 而且我也知道 教配历史 基本上也都是接受 当然有 现在有一个 有分歧 不是全部都接受这个立场 甚至有很多 非常排斥这个 因为他们排斥 他们排斥五星节 但是 教会历史上 包括很多的清教徒 Pilgrim清教徒 还有整个的 威斯利工会的运动 包括 阿弥连派的 包括 盖德宗的 都接受 人重生得救 之后 有圣灵的喜 所以 这个不是说 好像是一个新的教导 不但是说 使徒形状是这样教导的 教会的历史 都有人接受这个立场 另外 这个不是说 我们要证明我们的立场 那个不是最关键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是让我们受圣灵 是让我们真正的得着 从上头来的能力 这个才是 这个最关键的 所以即使 有人说 重生得救 就等于圣灵的喜 如果人要坚持这个立场 我也知道 有很多好的爱主的 好的基督徒 是这样认为的 那个我觉得 不是那么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错误 严重的错误 在哪里呢 就是让一个人说 我信主了 我重生了 我得到了一点平安了 那么接下来 一直到天堂 我再也不能够期待 有圣灵在我心里 在我生命里 做任何奇妙的工作 当然 我们上次你记得 我们有讲过 那个圣灵间接做事情 或是悄悄的 磨磨的做事 还有呢 它直接 就带着能力 突然来做事情 圣经 而且神学家 一直是认为 有这两个不同的 圣灵的工作 当然 有一种人 他接受圣灵 很悄悄的 那种很温柔的 就是通过你天天读基因 天天祷告 慢慢地有圣灵 在你心里做工 我们不否认这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定接受这个 但是如果你光说只有这个 而且没有任何别的 好像圣灵的充满 圣灵给你能力 圣灵将领呢 我认为 现在你已经是在 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里面 我不是说这种人没有得救 我不是说这种人 不是一个基督徒 或者是什么 我只是说这个可能是 很可能是属于这个 消灭圣灵感动的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一个态度 敞开 不是对什么都敞开 但是对圣灵的一个期待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等下我们看了些经文 然后有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求圣灵 所以我们讲这个 主要是要培养一种 一种态度 一种期望 一种有追求的这个心 因为我发现 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 我们很难被调望起来 维持现状是可以的 但是假如说要教我们 为主放胆 做见证啊 或者是充满胆怜 来祷告啊 来为主做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 为什么 我们本来性格也是很内向 是中国人就是什么含蓄 所以不喜欢表现自己 在别人的面前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都是废话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那个一下子就变成废话了 因为是超越我们文化 是超越我们性格 是超越这一切 是把我们带到 一个新的灵源里面 我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所以我也要讲清楚 有圣灵充满 也并不是说 已经达到完美的表现 你知道那个哥林多教会吗 哥林多教会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恩赐 但是保罗严重的 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们 他们的幼稚 他说你们并不是灵 你们是幼稚人 记得吗 所以我们知道 圣灵的喜 我们这样的一个灵兽 并不是说 我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个很虔诚啊 一个很属灵啊 或者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错误 这个是错误的 有的时候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 比那个有所有恩赐 很多恩赐的人 更加的属灵 更加的虔诚 更加的圣体 很可能 我们到哪里了 到沙漠里亚吧 沙漠里亚 回到沙漠里亚 沙漠里亚去哪里呢 第八章 好 我也要我们看一下 这个 所以首先这里我们看到 他们是 注意 注意 有的人 就是说 他们 立场 是说 所有的重生的有的人 已经领受了 圣灵的心 这个是他们的立场 他们读到这个经文 他们有困难 明白吗 读到这个经文 他们很难维持 他们的立场 因为好像这个经文讲的 跟他们的那个立场 讲的是 好像不一致 明白吗 哪里讲的不一致 因为这里说 他们没有受圣灵 圣灵没有降在 他们的头上 对吧 但是他们已经是 听了福音 信了福音 还收了喜 所以如果你的立场 就是说 所有的信徒 一重生到就 都领受了圣灵的喜 你读到这样的一个经文 你就有困难 所以你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改变你的立场 那个很困难 为什么 人喜欢 自己的立场 不喜欢 改变他的立场 所以这个是一个难题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说 就是要解释这个经文 想方设法来解释这个经文 明白吗 就是用一些解释来说 看来好像他们没有受伤了 或者说 是的 是的 那一次 他们确实 还没有受伤了 但是 然后他们跟你讲很多 但是 那个是特别的情况 那个是撒玛利亚人 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 不可能被拯救 所以神还没有给圣灵 因为使徒 还没有到他们那里安守 所以一定要使徒在那里 要不然人不会接受 撒玛利亚人为戏 OK 可是保罗领受圣灵的时候 保罗使徒领受圣灵 也有人过去为他祷告 亚拿尼亚你记得吗 而这个亚拿尼亚又不是使徒啊 你这个怎么解释 而且保罗已经信主了 他却还没有受圣灵 所以这个是一个难题 如果说只有一处 那也许你可以用你的说法来解释 但是我觉得这个太牵强了 真的是太牵强了 所以我觉得要维持神水的一个立场 这个是有困难的 如果你要维持那个 就是 因为基本上在十足形状 像刚才我已经讲了 每一次有记载人受圣灵 都是休息之后 你们有注意过了吗 没有注意 你凭什么这个 我说几乎 我没说每一次 但是这个休息不是关键的 是信主才是关键 所以 但是按照次序呢 是先休息 然后受圣灵 之所以 格尼流 你们记得吗 格尼流 一家受圣灵之后 彼得什么反应 马上马上 我们还要拿他们 马上给他们试试 他的心里 好像有一个概念 有这个次序 怎么他们先受了圣灵 还没有受洗 明白吗 所以按理 一般情况 是听了福音 悔改 相信福音 受洗 然后受圣灵 当然神可以 完全 就是说 约过这些 但是我们要讲的意思 就是说 受圣灵的洗 并不一定是人重生 当就发生 那我们怎么样 能够知道 我们重生的时候 是不是也受了 圣灵的洗 这个是一个 问得好 问得好 就是我们怎么样 因为我怎么样 能够知道 我有没有受圣灵的洗 是有什么标记 是有什么 能够让我判断 我有没有受圣灵的洗 当然每一个人 重生的就是受了 圣灵的感动呢 甚至你可以讲 如果我们重生的救 我们也用圣灵捏住了 也可以是这么说的 这个时候让我想要说到一点 关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耶稣跟我们的不同 就是他是生的儿子 他没有罪 我们知道耶稣收洗 他也收洗 耶稣收洗之后 你们记得发生了什么事 圣灵 仿佛各自落在他身上 所以明显的这个圣灵 耶稣在水里收洗之后 好像也是在灵里收洗 是之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好像就说明 灵受圣灵跟得救 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耶稣不是要得救 对不对 但是他是要圣灵 为什么 因为他以人的身份来到人间 他要传福音 他要义病赶鬼 他要为主做见证 必须是有神的同在 有圣灵超自然的与他同在 耶稣需要圣灵 因为他是以人的身份 而且这个受耶稣 受圣灵 跟他得救 跟他求生 就没有任何关系 他不需要这个 对不对 你明白吗 但是有人可以说 但是耶稣跟我们不一样 因为他是生的儿子 他就不需要重生灵救 好 没有错 所以他们说 那耶稣是受洗之后 受了圣灵 但是我们是重生灵救的时候 就受圣灵的洗 那使徒们是什么时候 受了圣灵的洗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使徒们 受了圣灵的洗 是在五宣节 很明显 这个是很清楚 这个是谁都相信的 谁都接受的 但是有一个经文 是特别有意思 在给约翰 那个约翰福音书里面 是在约翰的第二十节 第二十章 你记得吗 这个时候 耶稣已经死在洗子家上 又从死里复活了 他已经完全地成全了救赎的工作 复活了 复活了 门徒看见 相信了 然后在这个二十章的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 你特别的注意这个第二十二节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这个是什么 我们从这个 他的举动 他的做的事情 我们就大概可以想起 一细节书 海骨 对吗 就是用那个风吹气 然后那个海骨得了生命 也可以想起什么呢 创书记 神创造造了亚当超 然后吹了一口生命的气 他们就活了 所以在这里 很容易我们可以说 这个就是他们重生的时候 他们收了圣灵 没有 当然 因为有人要 要维持这不同神学的立场 所以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根据这个语法 根据这个很勉强 就是说 耶稣教他们 受圣灵 吹一口气 应该是因为 他们受了圣灵 他们当天 受了圣灵 但是后来 他们为什么 五训绩还要受圣灵 受两次吗 这么回事 我们只能够看一些旧约的例子 比如说你记得 那个一心结书里面 在这个意象当中 一心结书 他看见了一个河 河流 河流 一个江河 然后他走到水里面 走到他的怀子骨 后来走到他的膝盖 走到他的腰 后来走到是 就是张过了他的头 你知道这个河石 这个江河是什么 其实路也讲 其实路也讲 生命的江河 就是圣灵 耶稣讲过 说你们必灵受 生命的江河 从你里面流出来 生命的河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对吧 这个是讲什么 圣经讲的 记住 耶稣讲这个是讲圣灵 信他人必灵受的圣灵 所以就连从这个意象当中 我们明白 你走进江河 并不是说你已经走到最深处 明白吗 所以 说白了 这些问题不是很简单的 所以如果有人他对这些经文跟我的看法是不一样 我也不会觉得 你 只有一点 只有一点 只有一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拒绝 就是完全对圣灵封闭 那个是危险的 那个是错误的 那个是我认为是 很可惜 很多福音派的教会持守的一个态度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圣灵好像 他们当然不会这么说的 圣灵是危险的 或者是什么 这个是危险的 这个是危险的 这个是一个罪 消灭圣灵感动 但是我们看见 他们在这里 受了圣灵 这个会不会是他们重生的那天 因为我们都相信 如果你重生 肯定是圣灵做功了 肯定是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做见证 你是圣灵的 你得了圣灵 肯定是圣灵 所以会不会是 他们在这里受了圣灵 可是那个不是圣灵的喜 那个更是让他们重生 经历一个内在的一个更新 这些方面 而五训节受了圣灵的喜 这个是很明显 你读这个路加福音书 十足形状 他在讲圣灵的时候 都是在讲能力 路加讲圣灵 他总是强调这个能力方面 十足形状不是另外 他在那里说 你们必领受从上头来的什么能力 他没有说你们必领受永生 他们已经得到了永生了 他没有说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必重生得救 他哪里有这个说法 他们没有重生得救 他们已经重生得救了 但是他强调的是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必领受能力 做我的见证 就像耶稣受了圣灵 为什么 需要能力 可以来做主的见证 传神的福音 信仿 以兵 感鬼 耶稣靠着圣灵感鬼 他说过 他说如果我是靠着圣灵感鬼 神的鬼已经领到你们了 耶稣是靠着圣灵 做他所做的一切 彼得讲耶稣 他说神告了 那撒勒人耶稣 用圣灵与能力 他给圣灵一个特别的恩告 一个特别的 神的同在就像救援 我们看到 神特别的把圣灵给一些人 不是全部的人 一些人 参存 撒姆尔 大卫王 西门 在新渊 西门出现这个西门 就是耶稣 他们把他拿到 他还是婴儿的时候 拿到那个 那个圣经里面 有一个西门 圣经说 圣灵在他身上 但是并没有说 圣灵充满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人 所以这个就是 旧约跟新约的不同 旧约是某一些人 受圣灵 新约的 你注意这个 理想 新约的理想 应该是 是圣灵 降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当然 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见在 神族形状 那个很多人 是真的信出 仇神的这儿 却没有 领受 圣灵 没有圣灵 降临在他们身上 明白吗 所以现在 也不是例外 现在也是 很多的 我相信 基本上 我们教会 大部分的人 是仇神的 就确实没有 被圣灵 没有领受 圣灵的心 这是我们一直在讲 你们都知道 你们自己有判断 这个话题 这个主题很大 我们回到 这个使徒形状 我们再来看 一些经文 二章 又有舌头 如火焰 显生出来 分开 落在他们 个人头上 好 这个 舌头啊 火焰的舌头啊 这个风声 这个我不要太强调 为什么 是一个 一个 记号 是神 但是没有在做 我们没有看见 这个有重复 但是那天 那天 发生的事情 的经意 发生了 无数遍 具体那些 具体的事情 没有 按照 但是这个经意 有 所以这个是我们 要看的 那天发生的 我们可以看 所以首先 我们要注意 这里强调 这个圣灵 是落在 他的个人 个人头上 落 落 也落 这个落 这个是一个 行动 是一个 很猛烈的一个 落 降落 飞机降落 呼呼呼呼 你会注意 你会发现 新约 这个 使徒形状 每次 谈到 圣灵的 洗 都是这样 所以 很多人 重生 得救 没有经历 一个好像 他们就是 有平安 心里 喜乐 感觉 我是心 造的人了 但是他们 没有好像 经历 神的灵 强烈的突然 降临在他们 是吧 很多人 没有像一个 像一个落 然后 结果 是什么 我们注意这个 他是怎么样 以什么 形式来 落在他们 然后呢 他们都被 圣灵 充满 他们按着 圣灵 所赐的口 再说起 别过的话 他们也会发现 几乎 贯穿 整本 圣经 包括 九月 新约 圣灵的 洗 每次 谈到 圣灵的洗 接下来 一定 是跟这个 会谈到 跟舌头 有关 如果不是 讲放言 就是发 预言 如果不是 讲预言 就是 大胆的 讲论 神的道 或者是什么 我们记得 我们上次 有看到 那个伊利沙伯 高声的 喊着 接下来 撒大利亚 被圣灵 充满 结果是 发预言 所以我们看到 好像 圣灵的洗 是会引起 一种 冲动 我们也很难 控制的 不需要 好像 表现出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很可恶 我们 哎呦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危险 尤其是我 我跟这个 有这个 说法 就是说 人被圣灵 充满 一定 讲放言 一定 讲放言 我已经不相信 我想这个事 不能成立 跟这个 教会的历史 跟这个 十字续传也没有 也不能够 这个太虔诚 所以结果是 有的人 他们要让人 修圣灵 就让你开口 开口 开口 讲啊 讲啊 说 说 说 你想什么 就说什么 然后等一下 你开始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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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你讲了放言 真的吗 我们把这么奇妙 这么超自然的事情 就变得这么的 这么的俗吗 你自己动一下 舌头就是放言吗 就是这样吗 这个是在那里 发生的事情吗 不是 没有人告诉他们 说你们要开口 你要开始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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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就是放言 没有 肯定不是的 圣经说是 圣灵 按着圣灵 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没有人提醒 你们等到那天 要开口 要开始动嘴巴 然后这个就是放言 这个是灵恩的 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认为 引起很多人 讲了一个 假的放言 不是一个真的放言 所以我们需要 小心 这个就像 有一个危险 我们如果说 我们相信神医病 好 我们相信神医病 平时信心 好 那我问你祷告 好 你等一支吗 没有 那你要说 你要宣告 好 我宣告 我等了一支 那你要相信 那你把你的眼镜丢掉 但是我需要 你要相信 那等一下 那等一下呢 人掉了他的眼镜 等一下还要去买啊 我有一个朋友 我们在 非常灵恩的神学院 有一个讲员 从什么地方来 这样心情心心 所以他说 他 是很厚的那种眼镜 应该是近视 所以他说 我的一致 我是 好啊 我为你祷告 所以他就把那个眼镜 就摔在你 踩在你脚上 然后为他祷告 还是看不见 然后呢 就是大概两个星期后 才重新去买 那当然这个事搞笑的 但是如果有人 有严重的病 证明的 就说 我就不吃这个药了 我就不要这个 凭着信心 然后他死了 所以 我们相信 神一支 但是不能够 强迫神一支 你明白吗 另外 我们相信 方言 我相信 圣灵赐个恩赐 但是我们不能够 强迫 圣灵赐 这个恩赐 我也可以讲一下 高笑 复兴运动里面 会有一些现象发生 在我那个时候 不是在 是在另一个周 有一个周 会开始经历 圣灵的运动 我们那个时候 非常惊动 我的一个朋友 可能是 不是你们认识的朋友 不是来过我们教会 讲过道的朋友 不是刚刚回国的 那个朋友 那 他去了一趟 然后在那里享受 他回来 回来 祷告的时候 他会发抖 我说这个很好 这个一定是很属灵 一定是 圣灵的什么 感动 我觉得有一次 我非常可恶 我也要发抖 好像我也发抖 但是后来就想 这个时候我自己发抖 有什么意义啊 其实我现在也不要发抖 你说要发抖 我也不发抖 我基本上 我不是说神不能够做什么这样的事情 但是基本上 我觉得很多这个也是假的 很多是假的 或者是像我那样 我看别人发抖 我也去发抖 但是你发抖 有什么用 没有任何用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心里可恶 但不急了 所以我们就接受 或者是给自己这种压力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着 他们被圣灵充满 所以这个圣灵充满 也不是能够讲究的 现在我们开始看到 哦是这样是那样 我们就知道 我也不能够说凭着信心 我已经受了神灵充满 你可以说我要凭着信心领受好了 等到你领受 你就领受了 但是这个是装不出来啊 你能够说 但是我们看到你的生命 我们看到真的是真还是假的 我们马上知道 这个就是灵恩教会没有做 他没有这个辨别 很少会分辨之所以 他认为什么都是什么都好 好像没有这个过滤期 OK 注意 彼得解释 因为这个事情引起很多人注意了 对吗 在十六节他说 他解释 哦这个正是约尔所说的 他讲的那个不需要 还有一段 三十三节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又重复收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 你注意这个 你注意这个 所看见 所听见的 浇灌下来 所看见 所听见的 浇灌下来 他又是用浇灌下来 这样的一个词语 这样的一个说法 而且浇灌下来的结果是 有看见有听见的 有看见有听见 几乎在这个使徒形状里面 每一次有人受圣灵的洗 都有所看见 有所听见的 就连在撒玛利亚 刚才我们讲 西门看见 他们使徒按手就受了圣灵 他看见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 圣经没有说 也许也讲了方言 也许没有 我不知道 也许他们就是 大声的敬拜赞美神 明显的 他看见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 圣经里面的圣灵的洗 都会有这个方面的 明显的是超自然的 不是自己能够 我敬拜赞美 再来唱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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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好像 你能够激动起来 没问题 你能够好像 投入的敬拜赞美神 但是那个并不一定是圣灵的洗 那个是投入的敬拜赞美神 这个也是好的 我们愿意的 但是那个本身 那个并不等于 这个圣灵的洗 还有一点就是 我讲了很多的 绕了很多的圈子 但是我们回到这个第二章 是一次性的 还是将来也有 第四章有一个记载 第四章三十节 我们知道他们的这个使徒 他们被抓起来 对吧 那么后来他们被放了之后呢 他们一起来祷告 第三十节说 他们恐吓我们 这个是他们祷告的内容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检查 以免叫你仆人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以免伸出你的手 来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既其事 因着你圣谱 耶稣的名 醒出来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 战斗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大 讲不出什么道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 这个记载 基本上 经意上跟五顺罪发生 是一模一样 五顺罪发生什么 有那个风声 那个风的声音 有那个火焰 就是有一个超自然的记号 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发生的 这里这个楼震动了 看见了那个火焰之后呢 被圣灵充满 开始讲翻译 在这里这个楼震动之后 他们被圣灵充满 而且他们放大讲论 神的道 你看见吗 非常的像 非常的像 有一个超自然的 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好像 我们来 眺望自己的火 那个是 完完全全是外在的 是从上头来的能力 是超自然的 是神降落 是神来 来降下来 赐给他们 而且结果是 他们大胆地能够传讲 神的道 就像我现在 他们就开始敬拜赞美 用方言 赞美神 这样子的 所以 圣灵充满的一个标记 就是这个胆量 就是一个胆量 我们就最缺乏的 我认为 我们最缺乏的就是一种胆量 我们太 好像 常常我们太 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 好像是 缺乏一种困 甚至 因为如果不是我已经 八年一直打这样的 打击这样的 错误的 就是 我们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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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最讨厌听到的 当然有时候 我们这样说是 只是在解释一个什么事情 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我们躲在 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后面 那这个是一个罪 这个是我们要被破 所以 我们是要突破 Amen 所以这个第八章 喜门看见使徒暗守 便有圣灵 刺下 我们看到 这个是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 以前听到的人身上 降 他又是降 为什么每次都是降 落 降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心 他跟重生的 就是不一样的 当然 彼得他们 就是 跟你聊他们是 同时好像是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重生 后来收了圣灵 但是收了圣灵 好像是一个标记 这些人是属于神的 他们已经属于神了 在停的过程当中 好像很快 从这个得救 到圣灵降临 对不对 但是 圣灵的喜 是一个好像很 很猛烈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事情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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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哥里和彼得 同来的信徒 见 圣灵的恩赐 也交在外邦人身上 交在 又是这个 交啊 交在啊 交官啊 降啊 落啊 都是用这样的意思 都很稀奇 一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 伟大 很有意思 只有在无信节那天 有人听懂他们的方言 其他的地方 他们没有听懂他们讲的方言 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方言是真的语言 至少我们知道 无信节那天 他们讲的是真的语言 但是也有说 说这个方言恩赐 也并不一定是 人间的一个语言 很可能是天使 所讲的一个语言 因为在那个 格林多书里面 罗说要有 交一个人能够翻译 而且这个翻译是一个恩赐 而不是说 我学过这个阿拉伯语 所以我就来翻译 是圣灵给一个人 这个能力讲 给这个人这个能力 来翻这个方言 都是超自然的 所以这个方言 好像也是超自然的 我比较倾向你认为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只有无信节那天 他们有记载说 他们讲了真的 其他的语言 那当然 这个是 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我们讲方言 都是讲真的语言 那种该多好 但是如果没有也好 反正我们讲方言 讲方言不是为了 为了跟人讲话的 那个是预言 或者是讲道 方言是人跟神说话 是我们看见 每次他们讲方言 无信节也不是例外 他们不是在传福音 他们讲的方言 是在赞美神 所以那些人听到的是 他们在讲神的奇妙的作为 他们不是跟人讲方言 他们是跟神讲方言 所以这个方言 可能真的是 这个所谓的 是格林多前书里面的 这个超自然的一个语言 就是我们灵力跟神的灵的一种交通 一种交流 是一种 好像一种 用语言 无法表达的一些意思 可以表达出来 这个时候 我要你们听 彼得解释 跟你留一家的一个事情 他说 我一开始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有什么叫 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 一样 所以原来 五旬节不是一次 彼得在那里 说正像当初 彼得在做见证 五旬节发生的事情 在跟你留那里 也发生了 所以五旬节 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 第二章发生的 第四章又有非常类似的事情发生 而且是同样的人 所以这个圣灵的喜 不是说 我已经收了 圣灵的喜就完了 不是 这个是一个起点 我们的终生 要不断地寻求 圣灵的教官 圣灵的将领 我们看见彼得被圣灵充满 多少次 五旬节 第四章 第五章 还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地方 但是 彼得本人 有记载 他被圣灵 那个 五旬节 受了圣灵的喜 后来 被圣灵充满 后来 他们被圣灵充满 至少我想起来 三次 有记载彼得 这个被圣灵充满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认为 神为教会预备的一个领域 神的领域是 超自然的 充满 不止是一次 我没有读完 正像当初 这样在我们身上一样 然后 这个是非常奇妙 我就想起 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 要受圣灵的洗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主 耶稣基督那时候 给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能拦住神 所以彼得 现在做了什么真正 隔一流 他们受的是圣灵的洗 那么圣灵的洗 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圣灵的洗 不就是说 无训绝神 把圣灵给了教会 我们要记住 教会是一个活体 如果说这个时代死了 接下来的 如果人死了 受了圣灵的人都死了 下一代没有圣灵 也要受圣灵 他们当初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除了他们的见证以外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彼得被圣灵充满 保罗被圣灵充满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一样是软弱的 受血气的 需要神的一个人 他们不能够替我 收圣灵 他们不能够替我 收圣灵的洗 他们说 他们当时很需要 这个神的能力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 很坏 好像我们的很圣灵了 现在是吧 好像现在的世界 就变了一个样子 我们就不需要 神的领 超自然的帮助我们 我们自己很聪明了 我们用网络就可以了 我们 那为什么人没有信呢 你看我们教会 有多少个人信 我们在亚教了八年了 这个是因为不传吗 我上个星期 还是上上个星期 去了一趟困灵 我跟一个老朋友在那里 我们在商量一些事情 我说你认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 他在中国可能有二十年 我说你给了多少个人传福音 不知道几千个人 我说我也是 我在中国待了五年 我给多少个人 几千个人肯定有 因为有时候在学校里面 在几百个人的面前 也给我交了机会去传福音 我给很多人传福音 给了那么多人传福有几个星了 一二三四五 我问他 他也不能受伤了 叫什么样子的 就几个人了 就几个人了 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圣经的心了 那个已经过去了 不需要了 哦 是因为我们现在做得这么优秀 是不是 他们说 是因为圣经已经写成了 已经有圣经了 现在我们就不需要那些神 超自然的来运行来做事 哦 什么 这样 那么当时 他们有活的圣经 也是需要的 你说活的圣经 彼得不是活的圣经吗 他一开口不就是这样成的道吗 彼得保罗使徒是活的圣经 但是他们 也需要 受圣灵的心 而且不只是使徒们 好像只有传道人需要 是全教会都受圣灵 因为不只是一个人 能够改变什么 以前我 还有 到现在很多人他们会说 保罗单方面翻转了全世界 那个是废话 保罗根本没有单方面翻转什么世界 如果你 你 你 你读这个使徒行传 那个 从头到尾 你看 全部 全部你开始明白 保罗就是一个 棋盘上的一个棋子罢了 他是帮你一个角色 去了那里 做了什么 去那里 但是整个的福音的发展是圣灵在做的 是全能的神 是用 是用这下这个亚伯 是用这个 彼得 是用这个无名的 多少的 没有名的圣徒 在安提亚 开始这个教会 有没有什么 使徒建立这个教会 彼得 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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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已经有教会 谁建立这个教会 不知道 被圣灵充满了 是全教会 都需要神的能力 你以为 因为牧师需要 因为他讲的 当然我需要 我非常需要 但是你一样也需要 你也有你 影响人的这个范围 你的家庭 你的工作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你以为 你只要读几段经文 你背诵几段经文 就能够让你全家 打经文 怎么可能 岂有此理 就包括你给他传福音的 他们也不一定听 更不用说吸引 如果我们要做主的见证 我们必须领受圣灵 因为圣灵的信 从上头来的能力 本来我要读的经文 然后现在来读 路加福音的这个十三章 不是十三章 十一章 十一章九节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 就寻见 扣门 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 凡祈求的就打找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做夫妻的 谁有儿子求饼 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 反拿蛇荡鱼给他呢 鸡蛋 反给他鞋子呢 你们虽然不好上 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主 岂不更将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 如果圣灵是被动的 零售的 就没有这个情况 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说求 而且是这个 补助的求 一直到得奖为止 如果我一信主 我就有圣灵的心 为什么存在这样的经文 就算有人认为 信主就是圣灵的心 OK 好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经文就以为着 有更多的神的灵要交换上来 我们必须要科目结科 我自己看到教会好像 就是普世教会 好像是 这个灵恩的灵意 我已经基本上 我已经完全不能够接受了 灵恩运动 我不能够接受了 因为第一 没有真福音 没有讲一个真道 他只在乎一些异乡啊 一些感动啊 讲方言发育 讲话都乱七八糟的 而且没有任何人来纠正 没有任何人来说 这个是错的 他们认为你说是错的 好像你是法里塞人 我完全的无法接受 这个灵恩运动 因为这些错误 反过来 如果我们说这个福音派 福音派有一些改革宗的教会 我觉得比较好 有这个持守这个真福音 就是什么长老会啊 什么这个改革宗的进行会啊 但是我发现 也有一个错误 错误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好像 对圣灵的渴慕 对圣灵的这个期待 就是没有 求神的能力 求神 他们好像没有 没有这个完全的 没有这个概念 圣灵会来运行 圣灵会来做事情 新神迹 其实 甚至他们有一个神随说 没有这些东西 是使徒们死的时候 所有的树林儿子也过去了 没有了 很多是有这样的一个 错误的一个神随的立场 我觉得很矛盾 真的很矛盾 真的是盼望神 开一条新的道路 有真道 有神的力 这样的一个运动 有真福音 但是也可目 真的胜利 不是乱七八糟 不是随便什么都求 什么都要 我们是在 有一条线 跟使徒形状 一直到如今 有真正的仆人们 真正的信徒 不但是得救 领受救恩 信征服 而且 受了圣灵的血 充满能力 做了主的见证 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走的一条道路 在福音长根只是一辈子的 我们还要学还要更生 但是圣灵这个领域 也是跟这个没有矛盾 是一致的 我们要求 可目 我们不能够接受现状 我看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们需要圣灵的血 因为我们也看见在十字形段 他们受了圣灵的血之后 发生什么事 真的是被发装了 真的是得到了能力 别人开始注意到 看有事情发生 他们做上的见证 教会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重复无数面 教会冷漠 教会好像就是那样了 然后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教会个人也好 集体的教会也好 被复兴提来 结果是什么 很多人会得救他 你想 如果你个人得到圣灵的血 肯定会影响你这个圈子 肯定 你不需要故意的去做什么 你这样被发展 被改变 被提升 这个会影响 更不用说 更不用说 教会被圣灵充满 全教会 不就是更大的一个势力吗 更大的一个运动 所以我们要来科目 圣灵来充满 说到最后一点 就是 我想 有的我们在想 我怎么样能够来 领受圣灵的血 今天我就讲一点 耶稣的原话是什么 他告诉我们 怎么得救 祷告 求 他讲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得救圣灵 他曾经解释 我知道在其他的福音是马太福音里面 他讲求 他最后没有加这个圣灵 所以那些经文在别的领域 好像也可以用 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 他讲的很具体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讲的是圣灵 好礼物就是 圣灵的喜和圣灵的教官和圣灵的充满 趁几个星期 圣灵的疫情在小孩当中 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期待 我在楼下跟谁坐在一起 然后他们说 不是你要上去 为什么 有什么事情发生 什么事情 孩子在哭 我们就上去 我们就看见 圣灵做的事很突然 而且很有能力的 不可能是我 我跟这些孩子在一起过 多少次要说服他们 有天堂 有地狱 要悔改 怎么样 要进卫生 就是 愚动无中 就是 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那天 他们都爬在地上哭 求主的赦免 求主不要让他们上地狱 神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 是像这个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经历过圣灵教官在你身上吗 你最近有经历 圣灵教官在你身上 突然 突然 超自然 我上次我跟你们讲过 有一次 我跟两个弟兄在这里祷告 好几个讲 突然 突然 没有能力 我根本没有任何的 我根本没有任何的 好像 有一个能力从上面 我记得 我们就站在这里 就好像完全把我们推往 我就倒下 不是好像人为我打 我说 不是的 这个真的是 神 我 这个很难形容 突然 没有能力 无可否认的 我跟你们讲过 我在墨西哥的时候 非常沮丧 非常沮丧 甚至我都不知道 我有没有得救 我跟一个朋友 我们接了一个电话 有一个姊妹说 你们要为我母亲祷告 好 我们低了头祷告 突然 忽然 圣灵 降临 我们两个人 两个弟兄在那个屋子 里面 神的同财 超自然的 强烈的 降临在那里 充满 甚至哭了 哭了两个小时 笑了 充满 喜乐 跳舞了 在神的同财 敬拜 赞美神 神就在这儿 神就在这儿 神就在这里 好像神很遥远 我现在要低头 我在天空祷告 你明白吗 什么 他在这里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类似的 我们看在神族形状里面 几乎是 有一些方面是类似的 我们要抓住这个 但是千万你不要 我们不能够模仿 圣灵要怎么样 赐下恩赐 他怎么样 赐下恩赐 如果你们全部 讲方言 干谁出 但是如果没有 一个人讲方言 讲方言 方言不是这个 这个主要的 是圣灵充满你 让你领受能力 让你被提升到 神的同财里面 让你脱离你的 那些 这个 恐惧感啊 什么什么什么 怕人的这些东西 获得能力 胆量 神的同在 圣灵安慰 能够发自内心 阿爸天父啊 我的父啊 我始终都信 我信了耶稣 我知道 但是现在 不是我凭着信心接受 现在 是你亲自 对我心灵说话 我们 要渴慕 这样的 如果我们曾经不渴慕 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需要 我们周围的人 需要神 那神要怎么样来到他们生命当中 神会透过气力 你是怎么样 信的福音呢 肯定是有人 有人跟你传 有人邀请你 有人这样 神是透过周围的人 往往都是这样 所以 其实我们自己没有渴慕 但是我相信 如果我们真的是 重生到中 我们都会非常渴慕 这个是自然的 像中国 对吧 我不知道是每一个地方 还是在某些大家庭 就是 婴儿生下来之后 他们把那个 什么 很浓的酒 放在那个嘴巴里面 你们听过这个吗 没有听过 好像是北方吧 那我们跟我讲过 这个婴孩 浓酒 长大会怎么样 好酒 谁知道他为什么要怎么看 但是 就有很多家庭 分享他们 在小时候 他爸爸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 如果我们 重生得救 我们已经 传到 诸儿的作为 我们难道 还不会渴慕 领受更多吗 明白 我来祷告 祝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 让我们也看在 你的话语里面 你有答案 求你让你的答案 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我们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但是 祢是我们的答案 祢是我们的答案 祢也知道我们的需要 求你满足 供应 让我们领受 让我们 得到从上土外的能力 就像初代教会那样 就像很多的圣徒 成千上万的圣徒 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上 让我们经历圣灵的教官 我们特别的为这个星期 星期五开始的这个 布道会祷告 星期五就是活动 我们求主保守 求主同财 求主特别的使用 什么 那几天的祖父 那几天的祷告 祷告 祷告 和我们学庭 来护士 神像,我们不要一个假的,我们要真正的恩赐,我们不要自己能够表现出来,或是假装出来,主啊,我们要一个真正的能力,无可否认的,从上出来的能力,求祢保持我们,求祢保持我们,求祢保持我们,我们这样长到奉耶稣基督的名称,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